眾所周知 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 周圍都是佛寺 泰國的佛寺裏面 除了公佛 有泰式的神佛之外 亦都有一些印度神佛 甚至乎中國的神佛 好像在勒礦那屋的神佛裏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觀音寺 裏面很多觀音像 沿途多得不得了 給大家看看 三百六十度 全部都是觀音像 相當之偉大宏偉 有多宏偉呢 沿途兩旁 三百個觀音像 其實在這裏 全部金碧輝煌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些觀音像 造型一樣 手勢一樣 樣貌都一樣 所不同的 就是下面這些字 原來都是一些機構捐出來的 眾善恩 得善果 所以泰國人都很樂意 去做這些善事 就是這間佛寺了 進去看看 沿途做很多如來佛祖像 這個佛像現在加工 遲些將會是整個 勒漢那旭散府裏面 最大最大的一個佛像 而這間佛寺的名稱 正是 紫竹林觀音寺 觀音寺裏面 有個大大的庫字 原來是放在這個天地父母的 天地父母 剛才見到 沿途兩旁的觀音像 相當有氣勢 而這裏 兩旁的佛祖像 亦都令人大開眼界 更大開眼界的 就是這個觀音像 拜一拜 其實這裏雖然叫觀音寺 但裏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神佛 給你敬拜 例如這一位 究竟是誰呢 這間佛寺裏面 真是相當之靚 莊嚴肅木 可以說比部份萬谷的佛寺 尤其是這一個位 這位是四大天王 當然不是劉德華 郭富城那班 而是財寶天王的位 這位相當之靚 尤其是這個感覺 一層層 看看 一層層 放了一些小型的財寶天王 又如入了一個 寶庫寶藏一樣 其實不單止靚 過萬谷部分的佛寺 甚至乎 連中港台部分的佛寺 都比下來 真是想不到 若是泰國 都有一些 這麼靚的中式分子 所以說 真是 一層堂肌 他可不曾看 兩層堂肌 家囡排 兩層堂肌 大家感到 還有結束 不準色 而使用